重新定义 崭新观点 欢迎收听关键新视野 本节目由造物者的智慧 风光AI窗赞助 好家庭联播网 古典音乐台直播 各位好 我是叶欣 欢迎您再次的收听 好家庭联播网 关键新视野的节目 因应气候变迁的威胁 全球净零排放已有共识 台湾企业究竟要如何的来因应 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 特别为您访问到的是 资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周建宏周所长 他以企业永续挑战的目标和期待 以及他们因应的策略 甚至于举了资成这几年的做法 来跟听众朋友进行交流 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 迈向永续的解方有哪些 包括了探盘查 或者是减量的路径 转型的策略 以及沟通揭露 那么又要如何在内部里头凝聚共识 让永续的道路可以走得更为顺遂一些 我们今天依旧为您访问到 资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周建宏周所长 我们欢迎周所长 所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迈向永续道路的解方是什么呢 我想其实所有的东西最重要还是要怎么做才是最重要 现在我们在讲这个静您这件事 在solution方面我们大概就分四个面向 第一个当然就是盘查 第二个就是说我要定一个所谓减碳路径 也就是说我的目标哪一年要做到多少 第三个就是怎么做 要做哪些事情 再来是揭露 我们想花一点时间讲比较细的东西 我们先从盘查这件事情来讲 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 范畴一就是直接的碳排 比如说你的车辆你的制程 范畴二就是能源耗用的间接碳排 范畴三就是你的供应链 上下游跟你的所谓的这个员工采旅这部分 那知道这些东西以后 开始就说那我要怎么去盘查 盘查这件事情其实就要知道说 我到底有哪一些商业行为 这些商业行为各自的排放量是多少 比如说我用电 一路电是多少 其实这个都已经有很清楚的公司在那边了 所以盘查很关键一件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要先有知识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善用工具 在工具还没有很普及的时候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上课 或者找顾问来做这些事情 回过头来就是说 这个范畴三还没有变成强制 但是我认为一定会强制 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所以要开始做准备 那我们先从一二来讲 一二比较简单 一二其实都很明确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开始来定说 公司要定一个盘点的计划 那你一定会有一个专案小组 这个专案小组一定要有相关的知识 专案小组可能就要去动员 比如说我现在有哪一些商务行为 比如说我的制程 那我那个制程会产生多少的碳排 当你知道这些以后 我就开始想说 那我每年盘查一次 或者是盘查两次 那盘查出来我就有数据 范畴二也一样 真正麻烦是范畴三 范畴三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要开始把你的供应商分级 比如说排第一级就是那个碳盘大户 你要先知道说 哪些是你现在就要开始跟他谈 或者说你要去看这些公司 因为你的大户可能是上司会公司 所以他们可能也在揭露 他的这个整个的减量的进度 所以你要去关注 在你的供应商里面 他碳排量很大的几个 先把他盘点出来 那再过来就是说 最小的就是那个 你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你就不用理他了 那中间的这个 就是要开始跟他沟通这件事情 大的你一定要确保他有开始有动作 或者的话你会措手不计 中间的就是开始跟他沟通 说你有这件事情 小的就算了 这个一旦分级出来以后 该做的是 那再来是员工彩旅 员工彩旅一样有很清楚的公司可以算 但是你就是要开始收集资料 像我们公司也是改系统 开始有收集这些资料 我觉得这些东西大概就是让你知道说 我有能力去做盘查 我就是要开始定一个盘查的计划 然后是看多久要盘查一次 再过来就是说 这个盘查的资料要找第三方来确信 我认为现在还不一定要确信了 上次会公司有2027 28 29 陆续要就被确信 那非上次贵了可能会更久 但是我觉得你要知道说 我万一有一天要被确信的话 第一个我的资料要进得起考验 所以我万一来出来说 我没办法确信那就惨 所以你不能等到真的要确信的时候 才找人来确信 你要先试诺 比如说你提前一两年 早上再来确信 然后他看一下说 你可能缺这个缺这个 那我把它补完了 但他真的要求的时候 是出了出来的报告 所以这个确信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盘点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谈第二部分 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减量路径 减量路径就是定目标 然后再开始做管理 减量路径通常一样 就是说我要有个委员会 这委员会就是专家小组 那这个委员会一定要找到 足够高级的 不一定是董长 也不一定是总经理 但是一定要足够高级 能够动员相关部门的人 你不要找一个什么经理 那是动员不了别人的 一定要是一个跨部门的主管 他能够动员公司相关的资源 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一旦定下去以后 要开始有个所谓的 kick off 说我们以后就在干这件事情 你要听我的指挥 就是要把这个宣示下去 那再过来就开始说 如果能的话 现在最好就先定一个 我在哪一年要做到的经理 这现在还不是必要 但是如果能是最好 那为什么 因为他给你一个大方向 就是我就是要以这个为基础 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 一个大的目标 这个目标还是可以改的 但是至少你有先有个明确的目标 像我们刚才讲 我们公司就2030 那你如果你是制造业的话 你可能2030太赶了 就是看你公司怎么去确定 那目标先定出来 再分阶段性达成 那就分阶段 然后分阶段 刚才讲那个所谓的委员会 他就是来管理阶段目标 有没有达成的一个单位 然后另外就是说 当你有落后的时候 我要做哪些事情来补救 所以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等于是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治理的单位 这些定来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说 这个定期要去review 其实跟刚才讲 那个报导有关系 刚才报导讲的比较是对外 其实内部也要有一个报导 就是委员会 要确保你的专案小组 定期承报我你的进度 那你做了哪些事情 那你落后原因是什么 你的补救措施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定出来 那以自成来讲 你们大概多久回报一次 或开会一次 我们大概是每季都会 每季都会回报 我们的正式的报告 是一年一次 应该是两年一次 对外 对内是一年一次 就是整份的报告 但是我内部的专案小组 是每季都会有 有这个进度的回应 那再过来就是说 回到刚才讲 简单路径定出来 接下来就是我要做哪些事情 那做哪些事情 其实我刚才讲 假设你是这个 第一个最基本 就是我的绿色能源 要从哪里来 绿电的采购 这个我想是很基础 第二个是我的这个制程 假设我有生产的话 或是我一般的流程 哪些东西是可以达到简单的 比如说改参LED灯 是空调温度调高 关灯的习惯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来做的 那在一个很大项就是我的车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所谓的这个不动产 比如说我要绿建筑 对 因为绿建筑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要不要搬到绿建筑的地方 或是自己盖自己盖绿建筑 或者是说我要求我大楼 要开始申请绿建筑标杖 也就是说绿建筑 它可以就是直接就帮我达到 减量的效果 这些等等的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蛮流行的趋势 就是说跟新创合作 就是说新创可能会提供一些 节能的方案 你就是要去了解说 这些新创到底有哪一些东西 是可以提供我们 那当然不一定新创了 比如说像我们的客户台达店 它就有提供很多节能的方案 你就要去关注说 市面上有哪一些节能的方案 除了我自己去节店以外 我可能要透过一些 买外面的产品来帮我达到节能的效果 那另外一个我们会建议的 就是说比较大的公司 你要做一个叫做内部碳价 就是说我碳是有成本 举例来讲 以前比较大会做的说 比如利息 公司有借钱对不对 利息有成本嘛 这个利息成本要当到部门 就部门你做的事情 你要有资金成本 现在还有一个叫碳成本 我今天做的这个 我这个部门产生的碳排 你的成本就要把它加上去 这样才是真正的损益嘛 所以这些等等的 我觉得现在开始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各个部门就会动起来 对对对 你要提供动机的 那这些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说 如果做了这些事情 我就可以达到我定的这个简单的目标的路径 那这些我就要去控管 我这些事情 要怎么有没有做到 那这些都好了以后 最后才是我的沟通 沟通有对内对外 对外的部分 我是觉得是 不一定现在就要了 上述会公司一定要了 因为被强制的 其他不一定要 但是我觉得就算不要 你也要说 有一天我要的时候 我是做得到 所以你要开始整理说 我哪些东西是可以对外沟通的 那这些沟通的方式 要跟我之前的所谓的减碳的路径 要结合 就是说我承诺 我在2030要做到静明 那我中间有一些里程碑 我的沟通就是要跟这个去搭配 说我现在是2024年 我做到了哪些 然后我这个有没有进度超前 还是落后还是一样 这诸如此类这样 这种沟通 就是要让大家有信心 就说你真的会做到 你承诺要做的事情 那另外的沟通 可能会是想说 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 参加一些评比 比如说很多奖 我拿奖 拿奖项其实是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方法 好方法 逼得自己要去做 而且做的标准 可能比别人高 而且团队会有荣誉感 对对对 所以参加各种奖项 或者参加像国际上的这种 比如道琼 这些都有一些评比 那拿到就是一个 很荣耀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可以考虑这件事情 去拿奖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给内部一个成就感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我补充请教一下周所长 因为我问了一个笨问题 我说大公司 或上市上柜公司 我们都知道 它的法规就定在那里 但是台湾中小企业为主 有很多也都是内销 那它有这个期限的迫切性吗 我觉得假设你没有上市上柜的话 你的期限会来自于你的客户 或者是假设我要借钱的话 会来自于你的银行 因为中小企业 你虽然没有上市柜 你有可能客户会要求你 对 那所以回过头来就说 你占你客户的比重 如果不是那种很小很小 这个可能还好 这个期限会比我们刚才讲的会晚 因为假设2025年 范畴三也就是你的供应链 变成强制的 那企业就开始会说 那我要开始要求我的供应链 给量化的目标 但是这个量化目标 相对来讲 因为不会一开始就百分之百 它可能有个阶段性 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冲区 所以也就是说 假设上市柜公司 比较小的好了 是2029 它的供应链可能会再晚个几年 就是说会更大的缓冲 但是它比较大的供应链会同步 因为假设我要做到2029 我可能至少百分之五十的供应商 要做到 所以那个比较大的 我们讲百分之五十不是用加速 是以量 所以假设我比较大的供应商 可能五家就占百分之五十 那这五家做到了 我就先同步的满足我2029的要求 后面再有个缓冲的几年的一个时间 但是这些要求会逼得这些中小企业 没有上市规的 再不然就是该讲 你想跟银行借钱 银行会说 你要跟我借钱可以 你做到这些标准 那我觉得是有可能 但这个标准就也是一样 不会是在2029了 它可能会稍微再还 台湾的法规规定什么时候 没有上市规就2029最晚 对 不是净铃了 台湾现在 2029只是要大家去揭露 我现在的状况 跟我要经过查证 但是并没有定出净铃的目标 但是这个是阶段性的 因为台湾政府现在 2050只是最终目标 但中间路径还没出来 就我到哪一年要做到多少 所以他现在要先把这些弄出来以后 他才开始回过头来说 要求企业要达到多少的目标了 所以那个时候更晚 那个可能在2030级 但是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一定会做的 很帮的解放 我觉得很多人接地气 都能够真的帮企业主 实际的来解决他们的议题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Podcast 欢迎你可以搜寻订阅 关键新视野 也欢迎你把我们今天精彩的内容 跟其他的企业好友一起分享 我们下次见 感谢资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创新观点与关键解方 造物者的智慧 风光AI窗 启动节能永续新生活 迈向精灵排放新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